大家好 今天啊 娃哈哈的宗富丽啊 他创建的奶茶利索品牌 这个新闻呢 是上个热搜 说这个奶茶店啊 是19年进程的 那目前呢 处于招商阶段 据说啊 有些店呢 今天是不错的 但是呢 有一些啊 不是很理想 而且呢 新闻重点说啊 这个店呢 是宗庆厚老爷子啊 支持建立的 对此啊 很多人呢 都特别的高兴 说啊 要大力支持这些奶茶店啊 因为呢 是宗庆厚 跟妇女儿啊 一起创办的 这个宗老去之后啊 随着媒体呢 对他报道的增多 那他将啊 对他的人品 和解采的情怀啊 是更加静扬了 所以啊 这一世界呢 也特别有利于 巴哈啊 招家门商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啊 是深表忧虑的 那其中呢 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他们觉得啊 宗富丽呢 已经42岁了啊 目前呢 虽然有个别新闻啊 说在国外呢 已经结婚生子了 但是啊 国内呢 绝大多数的媒体啊 都一直说他呢 是没有结婚 既然啊 这个品牌店呢 是他创办的啊 他其实呢 就是这个店 隐形的形象代言 那42岁啊 那没有结婚这个形象啊 会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影响品牌的招商呢 其实啊 我倒觉得啊 这些想法呢 是多余的 这个女性啊 结不结婚 或者说到什么年龄结婚啊 这其实呢 还是老一辈人啊 比较看重的东西 而西一代人啊 她都没有这种观念啊 大家都觉得啊 还是呢 要为爱而结婚 那遇到自己的真爱啊 这是结婚的基础 如果说啊 没有遇到真爱呢 就绝不能凑合 尤其是啊 像宗富丽这种呢 自强自力的成功女性 那自己啊 完全能超级完美的养活自己了 更无需向世俗低头 相反我倒觉得啊 如果宣传的好啊 那么42岁未婚啊 反而成为 表达一个很好的宣传点 毕竟啊 这两家店呢 主要的目标客户群啊 是女性 尤其是以年轻女性为主的啊 那总部里呢 这种自强自顶啊 以女性的身份啊 成为家族企业继承人的人设 还是很少年轻女性啊 喜欢和爱戴的 这以前啊 可能是宗秀霍啊 在管理上比较严格 在对媒体的宣传上啊 也是特别的小心 宗富丽呢 也很少在媒体当中啊 来展示自己 我希望呢 今后啊 她还能呢 保持这些传统 而把自己啊 非得打作成网红 既然啊 自己呢 经营的是一个时尚的产业 而且要请呢 青春时尚的产业啊 来做宣传 在媒体公关宣传上啊 要以这些人为主 而宗富丽呢 还是要好好地自己的 幕后工作就可以了 也非必啊 为了重点的 宣传自己啊 为婚的这件事情 这毕竟啊 如果是企业家啊 把自己呢 打作成网红啊 要有很强的 公关宣传的队伍 每天呢 要花很多的心思啊 来应对这种 舆论的风波 这样啊 其实是很耗尽力的 尤其呢 是女企业家 这方面啊 其实董明柱啊 已经是前奢之鉴了 最近呢 家庭大会长啊 就呼吁 要一下力打击 马上造谣和造谎谣 由此啊 我们也可以看出啊 她面临的巨大压力 所以说呢 我觉得啊 宗富丽的此事啊 还是要慎而又慎 陈iat betta 很喜悦 那么